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文玉浊青最可耻的一位汉奸,为讨好日本人送出17岁女儿,还活埋老母亲每次一提及战争,人们就会想到那悲惨的场景,要知道每一场战役的打响,都意味着无数的生命将丧失,同时也意味着诸多的家庭,要面临支离破碎的情景,甚至百姓流离失所。 孩子无依无靠,手无缚鸡的百姓受人蹂躏践踏,这些情景都毫无夸张,也是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伤害。 而最令人心寒的,可能就是那些汉奸,在日本人的残暴对待下,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,却投靠了日本,还帮日本人残害中国同胞,似乎已经泯灭了人性,就连一点耻辱心都没有。 而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,就是在这些汉奸当中最可耻的一位李庆元。 这个汉奸被利益虚了心,为了嫌什么都能做,而做汉奸也是心甘情愿,甘愿为日本人卖命。 在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之后,便收纳了这些汉奸来管理事务,给出的酬劳也比较丰富,这个李庆元看了自然十分洞悉,觉得这也是发财的好机会,于是就百般讨好日本人,也成为了日本人眼里的大大良民。 为了得到这些日本人的信任,甚至不惜将自己才十七岁的女儿,送到日本军官那里,就是为了走个后门做一个可耻的汉奸。 不仅如此,这个汉奸还带军官到自己家里,看到军官骚扰自己的女儿,他也假装看不见,当他的老母亲大声喊叫,想祖。 指这个军官的时候,李庆元也假装训斥女儿,并且让日本军官强行将女儿带走。 正因为这个老母亲多次哭闹,所以破坏了日本军官的好事,也让日本军官感到很烦恼,于是为了排除异己斩断一切能够阻隔自己试图的干扰,这个可耻的汉奸,居然将自己的老母亲活埋,真是丧尽天良这辈子枉为人。 对于这种跪舔日本人的汉奸们,恨不得除之而后快,真是丢中国人的脸,自己还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真是可恨之极。